立委复昆齐服务处去年3月份定位是爱新服务站 服务处的主任陈文青带领南区的几位主任们来到了复理箱 并且和复理箱农会共同捐助100包的白米 给复理地区需要帮助的民众 让在地的民众提前感受到温暖的年节气氛 立委复昆齐服务处去年3月份定位是爱新服务站 服务处主任陈文青带领南区几位的主任们来到复理 并且与复理箱农会共同捐助100包的白米 给复理地区需要帮助的民众 让在地民众提前感受温暖的年节气氛 那今天我们复理箱农会 然后能够捐助了5000斤的白米 让我们能够来记住我们瑞穗 玉璃 复理 还有卓西湘一些肉食团体 南区这四个乡镇 在我们复理箱农会的爱新之下 还有我们复理委的热心促成之下 能够大家有一个平安快乐能够吃的温饱 那我们就有这次我们农会捐这500斤的一个复理米 来供我们肉食团体来春节这边可以享用 让他们过个好年 复宽其服务处爱新服务站开张之后 不断地跟各界共同捐助白米 给社福单位以及弱势家庭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一起来响应 照顾花莲需要帮助的详情 记者高双双 复理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复理箱采访报道